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拖累 包括马股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区域股市 今早开始几乎都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 美元对大部分的亚洲货币的汇率也都强势回归 令吉对美元也贬值了大约0.2% 至于金价则是在冲高之后有所回落 鉴于当前中东局势 马股富士隆宗旨今早尾随亚洲区域股市走低 早盘最低是一度下跌8点 盘中更有超过900只股路得了下跌 亚洲区域方面 日本 韩国 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大盘指数 跌幅都超过了1% 汇率方面除了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 抑制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挹注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也有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避险的需求 新一轮攀升 美元今早对大部分的亚洲货币表现都相当的强劲 只有港元 新元和印尼顿成功齐稳 至于美元对令吉也是节节的攀升 今早升到了4.7783的水平 相等于我国币值 进一步贬值了0.2%左右 在亚洲交易时段早盘 现货金价最高上涨约30美元到2372.45美元 约11323令吉 截至大马时间上午11点 金价的涨幅略微回软 美昂市报2359.14美元 上涨14.77美元或0.6% 金价的涨幅略微回转 金价的涨幅略微回转